那如果了解邏輯之後的話 其實就才可以去設計你要的結果 那其實問題是說 第一個你要怎麼得到這七個號碼的方法 方法是怎麼得到的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搖槳號 搖槳機這個地方呢 我們需要一個叫做RAND的函數 RAND 這個其實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應該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八支三頁 我們書上的八支三頁的 第1、2、3、第四行地方RAND 那這個函數就可以幫我們得到亂數 那這個亂數的話 可以產生49個亂數 49個亂數 那這49個亂數呢 我們要怎麼樣決定 它的這個號碼 那這裡有個邏輯說 我可以抽出什麼呢 抽出什麼 比如說最大的 由最大到最小排列 那我抽出什麼呢 最大的七個 最大的七個 當成什麼呢 當成我七個號碼 最大七個 那怎麼來的 其實這個地方主要是列號 列號 比如說呢 最大的從這個範圍裡面呢 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問題說 你怎麼知道說這個範圍裡面 最大的是誰 是什麼號碼 那這裡的話呢 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LARGE LARGE 然後再給它一個範圍 就可以得到呢 打一個號碼最大 可是呢 得到號碼之後的話 我怎麼知道這個號碼在第幾列 比如說會跳出19 那其實19的話 在這裡各位可以往下看 應該是20 為什麼因為第一列 第一列裡有東西嘛 所以呢 應該是20號 跳1號 20號 有沒有找到 那你會想說 這個列號怎麼取得 用哪個函數可以得到列號 這個等一下也要知道 再來的話呢 比如說這些號碼 我取得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樣讓它做一個什麼呢 排序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呢 有小排到大 有小到大的話呢 該怎麼排列 有小到大 所以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問題亂數 第二個問題最大